恐怕未来真的是要变天了 不久的将来 咱们女人可能真的要面临一个新的 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了 不知道咱们听说了没有 最近马斯克在一次采访中说 他准备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生成大量的仿真女性机器人美女 这个消息 不知道会不会把那帮大老爷们给乐坏了 听说那些机器人 智商比人还要高 女人能做的她都能做 有思想有感情 还会做家务做饭 陪吃陪喝还能陪唠嗑 功能齐全到你不可思议 她还可以用高新技术为你传宗接代的 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 所以这么优秀的美女机器人 她还不要彩礼 不要房子不要车 不要化妆品 也不要包包转账 也不用美容媒体 永远都是你第一眼看到她那个样子 身材永远不会走样的 你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随意转换不同性格模式 女人该有的优点 她全都有 缺点就是太完美了 有了她 谁还会花钱娶媳妇呢 啥都能干 又听话又懂你 情商还高 基本上她能满足 大部分男人对女性的个性需求 已婚的男人 可以用她做养眼的保姆 而未婚的男人呢 完全可以用她当老婆 你没房没车没存款 她也不会嫌弃你啊 你生病了 她一样能把你照顾的很好 你的事业不成了 她也不会嫌弃你 离开你 她不会让你生气 更不会跟你吵架 会帮你带小孩照顾老人 据说很快就要上市了 她的身高是1米73左右 体重56公斤 太完美了 走路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完全可以陪你逛街 参与各种社交活动 到那个时候 我估计我也得与时俱进了 得增加一项新业务了 介绍机器人对象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其实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啊 据今年7月份全国离婚率统计啊 北京的离婚率呢是39% 上海呢是38% 广州深圳离婚率是36% 80%以上的离婚 都是女性提出来的 全国各省目前的彩礼排名 不含防核车啊 江西最高38万 福建30万 浙江25万 江苏20万 辽宁20万 上海8万 山东7万 安徽16万 天津16 河北15万 湖北15万 重庆14万 甘肃的13万 三溪13万 要是再加上防核车啊 这些钱恐怕没有一个一两百万啊 这个婚宁是截不下来的 所以我估计你现在一定在想 那要是有那些钱 我还不如买它十个八个机器人女友呢 不同内心 还不会增风吃醋 它不香吗 所以啊 我也很好奇啊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会支持机器人办理的普及吗